系纸的智慧里位在市中心地带 因此绿美化工作也就相形重要 当地里长在两个月前 特别向农业局申请了一笔经费 买了1800棵的树苗和花苗 元宵节之后 里长便带领了这社区的志工们 开始来陆续进行植栽 各种种苗包括了杜鹃花、山鹰花 还有茶花以及桂花等等 而植栽点则是以基隆河滨绿带为主 未来这边也将会变得更漂亮 环境再加分 一大早系纸智慧里的志工们 大家开始忙碌起来 把一包又一包的花苗、树苗都整理好 准备拿到外头进行植栽 虽然雨来的一阵又一阵 但是还是不减志工们的工作热情 这个汽车步道这边开始种 那些花种什么都有 就我们这次申请的 有些杜鹃 有一些桂花 还有什么樱花 很多种的树苗 那我们从那一头一直种一直种 沿着这个脚踏车步道 种到水尾湾那边去 我们樱花还有这些基隆河的这些行路树 都有没有都已经种植了 那我们的一个重点都至于在这个加峰的康高康西 这一边一直到这个169下 103下跟41下 两个月前智慧里长黄志明向农业局申请了一笔经费 总共采购了1800余株的各种植物树苗 除了部分的社区巷道之外 主要的植栽点都是位在基隆河沿岸 趁着元宵节后的节气 把花苗和树苗赶紧做好植栽来美化环境 那现在来的话这个部分 我们几乎这个部分沿线都已经种满了 我们剩下这个40下的103下 只要种满之后 我们沿路都是一些漂亮的一个花草苗木 所以说这个我很高兴 这个我们林长及义工 能够说大家能够共襄升级 把我们这个梨里面弄得美轮美奔 到处都是花 基隆河岸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 加上完善的绿美化 让环境更加分 但是也有刚完成植栽的茶花树苗 马上就被不肖民众给偷拔了回去 因此在地里长也希望 大家要多多爱护这些花花草草 让每个人都能共享 这个可贵的都市后花园 记者李一帆细致采访报道